这个是初中生的比赛 就是那边那个是我上次带他打球的那个初中生 就是对面场的那个 平时跟我们打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跟他同年龄的打还是 还是稍微还可以吧 不算很好 但是也还行吧 一般 他现在主要是突击的比较少 比较慢 下一步他也是要多练一点突击 因为男生打球必须要有进攻的 得分的手段 就是不管男女都必须要有的 特别是男生更要有 他的杀手本来就不是很重 所以突击这方面一定要多下功夫 他这个还不错 今天比较积极打的 脚下速度也比较快 这边这个打球腰比较硬 然后脚步也是比较慢的 他刚刚刚前面那个杀球挡网挡得太高了 要不然后面也不会这么被动 羽毛球就是这样 有时候一个球就改变了整个球的局面 但是也不要慌打球 这个球没处理好 下一个球再把它补回来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 经常就是这一个球没处理好 下一个球就算了 干脆 这样还是不太好 这个球配的好 这个球抢的最好 把节奏都 把那边的节奏都打破了 它的食物也是比较多的 经常一些主动食物啊什么的 刚刚这个被动球处理的不是很到位 没有抽到后场 可能跟它的能力有关 还是能力还是差了一点 又是挡网 这个挡网挡得 经常给人家上来就抓到机会了 哎好球 抓到机会就是要打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不要什么还掉来掉去啊那些的 又开始跳了 它这个启动真的是太高了 每次跳的特别明显 这样其实启动速度非常慢 这个足迹还行 但是速度也没有起来 主要还是手上力量 还有脚下速度起不来 力量不够 然后球就出不来 虽然打死对方了 但是对方也不算特别强 所以主要还是自己 问题比较多 他打球往前有一点喜欢等着去打球 没有抢上去直接就打的那种 这几个往前球没有处理的很好 全部都在中间 但是对方也给他回在中间 他其实第二个往前就应该抢上去铺了的 但是没有这个意识 还是不够 这个往前抢 灯抢去铺的这个意识还是不够 它这个后场也是晃得特别大 本来拍子举好就应该直接打了的 但是也是往下拖了一下 然后才去回拍 都是平时自己不注意动作养成的习惯 这些细节 其实不是说发不出力什么 但是动作不好看 显得不专业 又是这个打网 越打越高 你看他的球都没有打开 球刚刚这个跳球也是跳在中线的 其实这样并不好 越大越不好 小朋友球都要打开 更不用说这种初衷的了 他的技术其实不算太好 比较粗糙 就从这个挡网啊 这些都能看出来技术其实不算太好 挡网经常控制不住手 拖球也是 平时练练的挺好的 但是并不代表场上就能用出来哦 这是很多 所有人的问题吧 应该是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 就是为了场上一定能用出来 要练到这种程度 这个掉球掉的好 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 爱你哟 作词 请订阅 感谢 感谢观看